這個1130就是護家門的大遊行 我覺得這個對於沉浸在 這個我叫道德進步的同志而言 可能是一個蠻驚訝的發展 因為人數 還因為許多參與者 是和同一種積極分子一樣的年輕人 還因為這個 在他們反對同婚的議題裡面 說表現出來的這種恐童 恐童我打一套了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他們 是不是什麼樣的心理狀態 只能說他們沒有對同性戀很友善的姿態 這個表示說這個社會 對於過去20年中同性戀的進步話語 同性的運動有大幅進展 可能都還是離表面不遠的地方 有一些人他只是口頭表示尊重 但是心裡卻是不服的 不以為然的 人們就像關於統徒問題一樣 隱藏起他們自己真正的態度 目前在同性戀這樣單一議題上 這個道德進步主席占了上風 性相關的其他議題則否 也因為如此 我覺得對於同性戀的保守看法 就是他對同性戀有保守看法的這些人 他們找不到公共理性的話語來反對 只能沉默以對 王建軒說我們要公投來決定同性婚姻 那他的潛台詞就是說他們只是他們是弱勢的多數 這個弱勢呢其實指的是話語權 那這一些沒有跟上是 是 沒有吸取太多道德進步主席話語的精途 無法以公共理性的語言來辯論 所以他們只能援引聖經 可以說是徹底的失禮 然而王建軒呢 卻有自信他們是多數 這個1130 站出來的固然是出於宗教信仰的堅決反對者 但是在這些堅決反對者背後 還有更多不那麼堅決的反對者 雖然不堅決 但是也是反對的 當然 這個我覺得也許同志對1130 這樣的結果發展也多少心裡有數 只是當猜測成真的時候 並不那麼讓人好受 失望帶來憤怒 於是我們就看到在台灣藍綠政治上常見的 一種互相公結的方式 又被人們很順手的學習起來 基督徒把所有的方案都稱為性解放 用通動的言詞 用聖經的教條 用黑台式的影片等等 來動員和鞏固他的群眾 顯然呢 這也足夠在我們台灣的社會裡 基督徒感受到一個不公平的世俗的媒體的環境 例如他們把遊行人數 沒有按照主辦單位的人數來聲稱的 人數報道 而是如實的報道 他們充滿了敵意 他覺得這個世界是充滿了敵意的 於是這強化了基督徒他們做為基督受難的道德信心 至於同志社群這方面呢 則集體無意識的呢 用了選舉文化中 已經慣常了這種放大的手法 就是對方政黨中的一個邊緣事件或人物 比如說立委主席通姦啦 有個里長納三字經啦等等 就變成了一個對方的政治道德象徵 成為選戰裡面的大事件 好比說這次把一個納稅庄的青少年放大為整個運動的象徵 或者是在整個1130中應該屬於邊緣的郭美江意外的收割了不成比例 而且還可能會引發仿效 但是主流基督教卻是啞巴吃黃蓮 那這種放大策略呢也可以理解 因為1130以後 護家們成功的造勢 同志社群需要改變這個勢 因此呢放大本身也是為了形成新的勢 不過放大也會變成回馬槍 如果在接下來同婚運動的過程裡面出現了像同性戀轟趴這類新聞 那無疑的也就會被對方扯入了同婚議題 所以放大策略到最後會變成一種形象的公關戰 而形象公關呢 就對同志社群意味著嚴格的道德為選 如果同性戀追求一夜情爛交劈腿 那適合神聖的婚姻嗎 如果課藥艾滋就適合下一代嗎 所以誰會在同婚立法過程中變成那顆老鼠屎 就成為同婚運動裡面的千古罪人了 不管同志要不要進入神聖的婚姻 都開始要洗心革面 否則個人的行為 一如郭美江會被放大為 集體形象的公關災難 所以同婚帶來的道德歸訓 從今日就開始了 我不是維言聳聽 我們這次舉辦信權論壇 臉書上就有個朋友很憂心忡忡 認為我們的標題會被基督徒 以放大的方法拿去做文章 不利同婚的立法 希望我們改變那些刺眼的標題 這個就是形象公關戰下 帶來的幾年盛行的效益 自我檢查、自我揮術 當然形象公關戰會有經歷正翻兩極了 尤其是當一方開始顯示出寬容、溫柔、不叫囂、傾聽等等形象的時候 另外一方也最好跟進 但是這種平常是短暫的 因為形象公關戰既然是戰爭 和平就支持戰爭的手段 這個同志 我現在講一個小戰爭的場面 同志到叉子的遊行隊伍中被糾察隊 團團圍住 在其他狀況裡面 會被台灣人指過叫做親門踏步 此舉當然是同志內心的焦慮和憤怒的反應 我們看到像以色列告狀 像柯志明的學校告狀 像性體會檢舉 這種從戒嚴捲舉匪諜時期開始的檢舉告狀模式 稍早就盛行於道德保守主義立新的這些集結會等的倡導 性別主流化的這種反歧視仇恨言論你們也看得到 然而檢舉告狀不是鬥爭 變成了不是鬥爭的最後手段 而是第一時間省略說服辯論的先發之人 因為既然已經是政治正確立於不敗之地 就無需多說廢話 看準的對方是被洗腦的 不會長進不可能學習固執己見 但是也反映出自身同樣的狀態 這個模式顯示了溝通 對話理性模式的失敗外 其實是管理代替說你的模式 也就是目前性別治理的主軸模式 因為底子是從上而下的教化模式 不是平行的教育對話 因此立即向上級向官方向權威檢舉 禁止另一方發聲 不過最終來說 禁止這些基督圖發生是無效的 因為這些基督圖根本就不發生 不要發生 不用發生 1130流行隊伍裡面 群眾或警察隊戴著口罩 很形象地表徵出基督圖 無話可說的失禮狀態 而陳家軍很流利的道德進步說詞 則凸顯了當前雙方對話的不可能 所以其實是需要第三者的介入 這個其實停留在上面只是一個現象描述 這個是不夠的 應該要有些背後的這個結構性因素 但是我省略一下 這個道德保守主義的部分 我講一下這個同志這方面的事情 其實1997到98的時候 還有港台的同志社群 還在增益現身出貴的必要性 香港的宗華山 台灣的齊元小勝 都反對西方式的現身 轉眼四五年間 同意就有了很大的變化 讓人說 他們說是廣如隔世感 這個朱瑋成 台社的無人 他有一個分析 他歸因與戒嚴以後 對於弱勢支持一種政治和社會的氛圍 使得有些政治人物 願意承接這樣一局 成為支持弱勢的形象人物 其次呢 1990年代末之後的主流媒體 因為競爭而爭相挖掘性相關議題 而且顯著報導 這使得同志運動 基本上是主流媒體精英文化 這個文學藝術電影的運動 也因為如此 其實一般的民眾 不如精英的這種改變 不論他的分析還不夠 因為還有三點 前兩點不談 第三點我認為是 這個西方的這個道德主義 學者冷戰結束後的這個 自由主權化上升 還有這個文化全球化和這個移民浪潮 相配合的文化多元主義 就成為了流通於國際學術和資訊中的強勢話語 所以同性面臨基本上的議題被納入了這個多元化主義 那主委成是寫的2013 當這10年來就一直在變化 這個但是同性 同運面對的基本上 是都市化西化的精英階層 那主要是透過主流媒體的在線 那所以媒體對正常同性鏈主流鏈都十分友善 而且呢他把同性鏈定性為新的文明開放 我們這個台灣台灣今天是友善 是台北始終友善的國際都治 這樣子 台灣或許尊嚴和國際的途徑 所以這一個反對者的沉默思語 使得同性鏈運動的對外的說詞 始終停留在啟蒙教化的階段 最終形成政治正確 那同運內部或性少數內部的辯論呢 同運與婦女的辯論呢 其實是重要的 本來也會擴散到外部 並且對內外區分開辯論有所欲喊 不過在同性鏈已經成為正確 沒有外部敵人的情勢後呢 年輕的學生對這些辯論的興趣也不大 以為是茶杯裡的風波 派系人脈之爭 哇 這我博士能懂 好 那 嗯 但是呢 我認為其實 像婉禁這種 想像婦家庭這樣的一種 性別運動的內部的批判呢 在同運遭遇到外部挫折的時候呢 會是一個契機 有打開新局面的可能 當然也不止這樣的第三方 還有可能推動者 在面對心情時的一個辯論 我覺得這些都可能會帶來 新的說理 新的契機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太可能期待 也許基督徒 他們這一幫都說什麼 但是 我們內部的一些辯論 反而可以帶動一個不同的 新的情勢 是因為 113年以後 附加他們造出來的一個 這個 所謂的市 改變了之前的 原來的那樣的一個市 之前原來的這個 市其實是 我講簡單講 剛剛徐亞北講到說 19世紀的時候 其實是一些味道知識 幾乎 他們那個時候 在他們的社會 被認為又是 他們雖然是保守的 但是他們又被認為是進步的 因為他們要防許家電 要保護兒童 保護婦女 賣淫 反賣淫 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有一個時期的時候 會是這種道德進步 與跟道德保守 其實是混雜在一塊兒 我認為 在113年以前 我們台灣社會 是這樣子的 那麼 這個立新基因會 他雖然是道德保守 但是他也吸取了很多 道德進步的東西 但是 但是他 雖然在往前走了 可是他留下來了 這個沒有跟他一起 與時俱進的 跟這些保守基因圖社群還在 那麼這個就讓我們看到 現在是一個 他們 這個保守主義團體 跟現在的道德進步的 一個決裂 這樣的一個局勢 那麼現在 所以現在呢 是一個兩者 一個尖銳的對立 那我必須還要再补充一點 就是說 其實台灣的情形 不是一個孤立於國際的 大家要知道說 冷戰 就是 美國的道德保守主義 在6年之後 興起了以後 它其實幫助了美國的 軍事政治的因素 取得了冷戰的勝利 但是冷戰勝利以後 這個自由主義的全球化 開始以後 本來這個美國這一些 保守主義沒有用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一個 基督教文化的核心 這個時候你碰到的是 穆斯林的基本教育派 他們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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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興起 還有各地方的本土主義 所以其實需要的是一種 比較新型態的 普世價值的 普世人權的 文化多元主義的 這樣的一種道德進步主義 所以它其實取得了上方 所以台灣社會 還有很多社會 本來都很保守的 為什麼 現在全世界社會 開始有的這種同性婚姻 都開始走向進步 其實是有這麼一個大的 脈絡和大的背景 好 那現在我們看到了說 這一個在台灣 道德保守跟道德進步 這樣的一個尖銳對比 它其實激發出 我覺得同志社群的一種鬥志 同時我們也看到 也希望這些議論 或者是像學者 這個這個文化界的連署 來擺回這樣的一個勢 這是好像是精英對抗愚民的態勢 但是雙方基督徒跟同志社群 掌握了民主制度下一個 各一個的優勢 一個是屬人頭的這種優勢 一個是精英掌控公共論壇的這個優勢 所以現在這個勢是相識不下的 而且為了營造這個勢 雙方可能還會用我前面講的 這種形象的公共戰 會相識不下 而在這樣僵定 不過我最後就說 我覺得以前有人說 這個勢跟理合一 這是很有道理的 我這裡挪用以前 中國的思想叫王傳山 他提出這個勢力合一 他的意思就是說 勢走到一個必然 如果這個勢是必然的 是必然的勢的話 那你就可以看到理在裡面 然後如果你能夠得到這個理 你就自然而然的形成這個勢 所以我覺得這個理 現在必須要由第三方來提出 由此推動一些勢的變化 而且還會有這個勢力 這幾個勢力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感谢观看